唐朝著名诗人韩玉的这首《猛虎行》描述出了百兽之王老虎的威风铃铃 除了老虎,这首诗还写了熊,豹子,兔子和狐狸 这些动物都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的种类都有哪些呢? 这个视频咱就来说说哺乳动物 世界上现存已知的哺乳动物有四千多种 它们广泛地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猕猴正在这里群居生活 它们的个体较小,喜欢栖息在树上 猕猴行动敏捷,善于攀原跳跃,以野果为食 有时也吃鸟卵和昆虫呢 在这片广阔的西树草原上 生活着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非洲象 它们看起来体型庞大 实际上性情非常的温和 非洲象喜欢群居 尤其在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上 母象会一直保护幼崽 非洲象长长的鼻子不仅可用来闻味 呼吸,喝水,还能用来抓东西 现在由于象牙的珍贵 很多大象都被偷猎者屠杀 我们要保护它们哦 野马起行于草原和荒漠上 它们生性激井,善于奔跑 野马原来分布在我国的新疆北部等地区 野生的野马已经灭绝了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从欧美重新引进了野马 经饲养后放归野外 大部分的哺乳动物都生活在陆地上 还有的生活在水中 比如海洋里的鲸鱼 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哺乳动物 它们浮出水面像是一座小岛 鲸鱼的体毛退化 前肢成鱼鳍状 它们的食量非常大 一天可以吃2-5吨的食物呢 在空中我们也能看到哺乳动物的身影 这是一只蝙蝠 它的前肢演化成了E 成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 蝙蝠喜欢咒服夜出 它们常常倒挂着 它们用声波来探路和捕食 还有可以鲸蛋的哺乳动物 鸭嘴兽 诶 哺乳动物不是胎生的吗 是的 但是鸭嘴兽是原始的哺乳动物 所以它还保留着产卵的特征 哺乳动物真是多种多样啊 最后咱得说说人类 没错 咱自己也是哺乳动物 而且号称自己是万物之灵长哦 哺乳动物的种类这么多 当然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啦 先说有益的方面 家畜也是动物驯化而来的 是人类食物中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 哺乳动物丰富了生物的多样性 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 哺乳动物还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衣着原料 比如貂皮 但是疯狂的捕猎使得这些动物都鞭离灭绝 目前人们都选择了人工驯化养殖的方式 最后再来说说生活服务 导盲犬能为盲人导航 警犬能辅助警察破案 马可以为人类提供交通便利 哺乳动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哺乳动物也有有害的一面 比如鼠患会对农林木业造成危害 还会传播疾病呢 好了快来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咱们主要说了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的种类很多 代表动物有生活在森林的猕猴 生活在草原的非洲象 生活在荒漠的野马 生活在水中的鲸鱼 还有会飞的蝙蝠 会产卵的鸭嘴兽 以及我们人类自己 哺乳动物和人类的关系密切相关 它的友谊方面表现在食物来源 维持生态稳定 经济价值和提供生活服务上 它的有害方面表现在 农林木业的危害和传播疾病上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